干什么 干什么去 干什么去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说 那周虾米房子到期了 要我去帮他大扫除 怎么了 什么时候进的聚会 管这么宽 那行吧 你去吧 那行了 我去了 那你赶紧回去吧 别在外面溜达了 天怪冷的 别着凉了 要你管 我回去工作去了 小组任务总得有人做吧 你放心去玩吧 做死我得了 什么工作呀 是给APP公司 那个企划合作案 还是下个季度的工作计划 追剧 打游戏 上网刷视频 随便你 开始吧 这叫加班 你好好说话 行不行 你要是没什么正事 我就帮周虾米大扫除了 走了 站住 你有没有市场的前瞻性 和敏锐度啊 咱们公司现在要大力 拓展年轻市场 为的就是要揣摩 他们的爱好习惯 体验他们的生活节奏 就是为了这个 你也应该宅在家里 做两天的网瘾宅男 好好地贴建一下用户群体 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吧 是人家的吗 你觉得呢 老板说发安慰你 你赶紧吧你 为了你这个呆瓜 我大周末都没睡成懒觉 闪死了 虾米啊 思思姐 天然哥在吗 嗯 里面呢 我帮你叫他 不用了 思思姐 我是不是 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呀 这话怎么说呀 今天天然哥本来说好 要帮我带扫除的 你现在非要霸占着他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我 霸占他 是公司的任务太多了 我就是给他提供点 工作的便利而已 思思姐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仗着自己是天然哥的组长 不仅在公司里 对他指手画脚 现在周末了也不放过他吗 你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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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哥每天很累的 我都心疼他 你心疼他 你还让他帮你大扫除啊 我们这么多年师兄妹关系 在学校就这样了 而且我们早就不分你我了 哎呀 虾米啊 这学校是学校 社会是社会 人呢 总是要学会长大的 再说了 我是李天然的组长 给他布置工作 是天经地义的事 以后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别想用他 还要叫他吗 不必了 天然哥 那个 大扫除的事我自己来就行 就不用麻烦你了 你 早点回家休息啊 不要太辛苦了 拜拜 拜拜 夏明 tarman 他们是在为我吵架吗 没想到我李天然居然还有今天 我可太 ja不少 李天然 回去吧 我刚没听见发生什么了吗 我刚没听见发生什么了吗 我不去 我不想动 我不想想动 你走 你听我说 今天天气特别好 你跟我去溜溜狗 顺便溜溜你 走 我不去你听人 你再比我 民主测评我给你打准分 你信不信 你不会的 你这个包嘴都不出 我知道你特别想干 整理人之间的相处 就是有万事 我之前就是菜饼 你们好脸上 我就不应该问了 你今天也不带你就闯了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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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放手 我拼大脸疯了 亲家们